這個所有六公斤 六公斤 八公斤 地方名代和里長互相討論規劃的意見 因為這一片綠油油的草皮底下 曾是外埔地區的垃圾掩埋場 但是在五年多前就已經食用寶盒 如今成為一塊閒置土地 為此地方希望可以改造成運動公園 因為這個島很久 在這個地方以前 本來的家圍是10年的家圍 現在已經島前去超過20年了 我們現在就沒有在做 沒有在做本社 可以做一間環保公園 這些的居民 這裡外來可以休閒活動的地方 這裡比較平地 所以比較適合老人來這裡走 比天晚上更多人 年紀多 那個要爬得也算是有困難 所以這台很適合我們 外部附近地區的老人來這裡運動 地方表示外埔居民都相當期待 有一處新的休憩公園 如果能夠把這一塊 占地8公頃的外埔區垃圾掩埋場 重新進行綠美化 不僅可以活化閒置空間 也能成為大家運動散步的好地方 為此民代也特別邀請 市府相關單位前來會堪 現在林市長推動要種樹 那這裡有6公頃土地可以讓他種啊 然後呢他有一個檢疫的步道 可以讓大家在這裡散步 那未來樹如果種起來 我像這個地方是一個居民 可以生活休閒 假日想要出來走一走 這就是一個非常棒的一個地方 面對地方的心聲 環保局和建設局也都表示樂觀其成 後續將和河川局 林務局等單位 舊沙土填補和植樹綠美化進行討論 期望可以協助地方早日完成動工 提供民眾舒適的休憩空間 藉由陳柏翰台中採訪報導 已經沒有的時間他怕上面 已經沒有的時間他怕上面